平时总是冷着个脸的大龄女明星李湘 真是见到小鲜肉就春光灿烂 在一档节目的片场中 45岁的李湘 穿着十几万的貂皮大衣 一扭一扭地走到23岁的王一博面前 扭着扭着还抛了好几个油腻的媚眼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王一博面前 一手搭着王一博的后颈 一手贴着王一博的后颈 王一博的胸部 深情款款地看了王一博一人 就一脸陶醉地往王一博脸上亲 看着实在让人心里作呕 好在王一博本能地将头一扭 这才没有让李湘得逞 不过看图中真是差一点 就把王一博给亲了 这女人真是太过分了 说起李湘其实她还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从前也是主持界响当当的人物 只是自从嫁给王月伦之后 就很少再出境营业 把时间大多花在了带娃和享受生活方面 可能也是真的年纪大了越来越寂寞了 王月伦已经满足不了他对于帅哥的迷恋了 所以近两年又开始陆续上一些综艺节目 接触一些小鲜肉 但是不得不说这般调戏小鲜肉的行为实在令人看不过眼 仿佛就是在上演一场不颇爱上小鲜肉的戏份 这画面属实有点辣眼睛 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 纷纷吐槽说 都能当王一博的妈了 还真吓得去嘴啊 如今的李湘已经45岁 而王一博也只有23岁 算起来这年龄差 李湘真是可以当王一博的妈了 不过王一博可能一开始只是处于礼貌 跟李湘配合着做了这一套动作 但是李湘亲他的那一刻 想必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可以看到李湘要亲上去的时候 王一博的手稳能递手往后缩 生怕自己手会碰到李湘哪个部位 不得不说王一博真是太难了 女朋友找不到却总要被妇婆调戏 往后如果遇到好与孩就果断答应了吧 有了女朋友就能挡一挡这类事情的发生了 不过李湘已经跟王月伦结婚多年 而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不知道王月伦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内心做何感受呢 即便不考虑老公的感受 两个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 去亲吻一个年轻的大哥哥 心里都不免产生很多想法吧